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好 后来居然又是无宝赐回的 另外蓝莹跟蓝莓见烈欣喜大做文章 科办对于自导自言的说法则是跳脚撇清 随后他们也力挺彭胜勺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检察官为什么会如此的前居后宫 选前又为什么如此的大动作 台大医院的窃听案其实到现在为止也都没消没洗 所以这个司法到底是在为谁服务 让人有点不敢想下去 今天的政经现实批是现场节目 我们首创政论节目的现场打字 那我们讲话太快 打字有的时候跟不上 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多多包涵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今天的节目 到底柯文哲办公室被谁监听 连阵营跟柯阵营都亦有所指 科办助理彭胜勺昨天到北检接受训问 检方询问之后将彭当庭上铐 改列为妨害秘密罪的被告三万元交保 好 但是彭胜勺说他没有犯罪 他是以证人身份到庭 因此他拒绝交保 而后来呢 检方就改为限制住居 无保持回 到底这起窃听案是从哪里开始 双方各自又有什么样的盘算呢 苹果栋新闻做了这样的一个总整理 前天才说台北市长候选人 柯文哲政策部办公室遭窃听一案有进展 结果昨天又有更进一步的进展 真的假的 该不会除了那两个真心业者外 那个科办人员彭胜少也有事吧 我们今天是以证人的身份 主动配合警方的做笔录 那其他的事项都是在 目前在侦察中 他不公开他 对啊 你猜对了 可是他说他是清白的耶 是吗 可是发现办公室好像被窃听后 是他找来那两名真心业者的耶 但他找的不代表他就涉案啊 是这样说没错啦 只是业者偷动手脚 结果误处中心保全电讯线 发出异常讯号 保全公司人员来检查 还看到他们三个出现在电梯口 有待人家检查被看到 不代表什么吧 可是他们又被发现密集联络 他还传当天发现 老鼠尾过程的时序表给对方 根本就是有鬼吧 哪有 不是邵都说传简讯是为了把事情搞清楚 才会制作那张表啦 而且你没看到 他本来是列被告 后来改为无保释回了 所以他是清白的啦 无保释回还不一定无罪好吗 你没看他还被限制入居 就是要他以后都要配合传唤出庭啦 懒得跟你变了啦 反正一定会还柯皮清白的 都是选举奥波啦 随便你啦 目前最新的消息 我们根据报载 我们也只能根据报载嘛 因为侦查不公开 但是也不知道报载是从哪得到的消息 报载是说呢 两个征信业者 他们已经坦诚不会 就是说是他们为了要征生意 所以去夹这个老鼠夹 也就是说 反正我有机会进到你的电信箱 我就夹个老鼠夹 然后呢 问看嘛 也看到头来有没有什么东西 如果有东西 发现人家有什么 这个有那个的时候 跑去再敲敲门说 这个东西 你要不要花点钱买回来 或者说 你们这里有什么问题 要不接受我的委托 来帮你们做征信 听说这个东西在征信业 是常见的一种兜生意的手法 好 那如果报载到现在是最新的案情 那彭胜韶 为什么在停讯的过程当中 会当庭从证人转为被告 这过程充满了悬疑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竟然是侦查不公开 但是为什么又有报纸知道呢 而且在报纸里面 似乎还影射说彭胜韶 他根本就是在串供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郑亮兄 因为现在传出来的新闻 主要以联合报为主 那事实上联合报有两个部分 是刻意做很大的扭曲 因为我也有问科办 他们是这样说 第一个就是说 基本上彭胜韶去找真心业者 是跟他说这里是一家公司 所以他就当作一家公司 来看你这个检丁器的状况 那结果联合报 他就直接写说 这里是柯文哲办公室 所以他们今天也公布了一个简讯的 实际的状况 对 但我们会看 并没有注明那是柯文哲办公室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 他也非常恶意的说 你们 他那个检方一直要约 彭胜韶 道讯说明 那彭胜韶说什么 哎呀我有生命危险啊 什么不便去啦 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 11月12号 检余院就把彭胜韶 还有那个王律师的电话都交给检方了 那检方都一直不传 一直到20号就是昨天嘛 还突然之间就传了 那所以完全不是事实啦 那为什么是选择昨天传呢 那当然 比较合理的推论就是因为 柯P今天即将有最重要的活动嘛 那搞不好昨天如果一举 把三个人都积压或者干嘛 那就可以造成一个冲击嘛 就是很多人一定会做这样的理解 那今天检方又说 他们绝对没有外泄消息 那联合报怎么会知道新闻呢 所以这个就变得非常诡异啦 那这个当然就回忆到过去的 惯有的在最后一个礼拜的选举手法 那当然让人家就觉得检方跟联合报 都有一定的政治意图啦 就是这样子 一般来讲 跑司法检调的新闻当中 联合报不是最强的 不好意思对不起 就是说 他们为什么会拿到这个独家 这让我觉得有点诡异 另外就是 这检调里面其实就这几个人嘛 应该讲就是说这检察官嘛 可能书记官嘛 还有这个就是这个证人嘛 后来转为被告 那可能因为他是中途转被告 他是证人 他不能带律师进去 所以现场你说会泄露消息 就那两三只猫嘛 所以这基本上 我想这里面的政治的操作的味道 让人可以秀的出来 但是不敢想下去 但是我相信蓝银一定有不同的解读 这个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 因为呢 其实这个 这个搞 就是说这个事件 在昨天曾经有一度 在晚上的时候 就说检方都还没有一个结果出来的时候 那就有一个网络媒体就已经先秀出来说 他是就说自导自演 朝自导自演 也就是说其实 应该是说在台北地检署在处理这个案子之前 其他配合的 应该是包括警方都有可能 也就是说 朝着这个 就是那个小鹏 是有点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本身是被 已经被列为被告了 就是说检察官已经认定了 所以连新闻都发了 那后来才发现说 似乎好像没有那么单纯 郁珍你就把那个讲出来了 这个我讲了 这个我讲了 就是东网就看这个就好了 就是东网 我手机里面还留着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看的话 这上面我留时间 对 就是说礼拜五的时候 下午4点48分 1648嘛 那时候因为我们党部的同仁里面有个群组 所以大家发现说 东网 他有一个科办窃听朝自导自演 侦办 这个新闻 然后当然我们很有兴趣 也觉得应该要看一下 我在一分钟之内要点 那个网页已经被下架了 这个网页被下架了 那就是东网 东方日报的那个网路报纸 那后来他是因为被抗议 然后所以他们自己也认为查证不周 所以下架了 那下架的话表示说 东网是有问题 我再去问说科办说 他们为什么 他们对东网是怎么讲 他的理解是什么 结果东网说 为什么他们敢下架 是因为他的讯息来源 不是记者自己跑的 是其他报纸告诉他的 那其他报纸的记者告诉他说 是警方来的 警方不是检方 所以你像礼拜五 有这个报导 然后被拉掉 礼拜六 马上发生 他被传讯之后 从证人转被告 从证人转被告 那检方 我觉得你们应该要自清一下 这个讯息应该去查 如果检方传我 我就把这个照片给你 如果你用你那个这个节目的照片给他 你可以拍大一点 我把我们办公室的名字画掉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媒体上面 如果朝着自导自演的方向 在做这样的一个成熟跟铺陈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讲 这个小鹏有问题 但是所以在这个时候 有很多人就开始 对彭胜是要在做起底的动作 甚至昨天可欣凶在这个现场 也呼应了在今天联合晚报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这整个的窃帖事件 会对于柯P的选境造成冲击 你们是怎么看呢 没有什么我们他们的问题 就是一般民众都很好奇 那这件事我们分了两个逻辑上来推论 第一是真心业者自己的自发性行为 为了抢生意 我们这些前提 第二是他是被某些人受益的 所以只有这两个原因 因为已经装了 一定只有这两个原因 如果只是存在于真心业者自己 真的如他所说的 做这些事的话 那基本上这件事情就烟消云散了 不影响任何选情 这个证实是这样的情况 可是如果是他受某一个人指使的话 就分成两个状况 第一个是小鹏自己认为要这样做 第二个是有人叫小鹏这样做 那不管是小鹏或者是有人 加上这样做 在选举的这么紧绷的状态之下 对柯碧的选期一定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逻辑上是这样的 那我们往下推 小鹏自己要这么做 有什么动机 那就是他就是很简单啊 就是你可以想到说 小鹏自己要做的原因就是 要制造一个科办被窃听的 一个事件 引起跟蔡振元知道 什么顾问团的这些的这个世界 把它结合在一起 以操作这个选情的状态 很简单啊 这逻辑上 事实上 科办在那个时候的逻辑是 抓到了 有两个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一直有不停的开机者会做这些事情 那这样的行为本来就会 对选情上面就会很紧绷 本来就会 而且那个时候还不是 现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本来就会 所以为什么蔡振元很气 那科办也很气 双方都很气 大家就大声骂 那选情 选民看了就一头雾水 说到底是谁讲什么什么 你的这个分析就是说 它是自导自言 而且同时是主导自言 以它这个层级 在科办的一个助理的层级 它有必要主导吗 另外就是它有能力主导吗 但是那两个业者并没有说是 那两个业者并没有说是 那两个业者并没有说是 报赛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要从起因开始 其实这两个去装的 这两个是11月4号 对 那为什么会去查这件事情的起因 如果真的检察官要查的话 这企图影响选举 或者会去做这种事 如果他们的推理是对的 是这两个有问题的 那首先要查的是 在他们两个还没有去以前 为什么蔡振宇就会知道这些事 刚才范先生说到了这个重点 为什么在这之前 他可以这么清楚的知道科批的行程 知道他的这些名单 这么多个这么大一笔的名单 这个是有前因后果千年的 我现在就被切掉了 是姬阿廷的法官 为什么判说无保释回的主要理由 他说这个事情的原因 这是法官写的 他的判决书里面写的 原因就是因为蔡振宇有这些资料 对啊 所以这个不能够 就从这个老鼠尾巴 11月4号把这个切掉 然后只查后面 我们应该是连前面牵过来的 那这个还是有玄机在里面 我认为现在纯粹只有政治的操作 就是要操作说 是不是自导自演啊 是不是有什么 我认为这个不能够这么 另外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彭盛嫂找了这两个变性业 这个真心业者来 就被人家拦胡了 就说突然有一个人呢 不知道是这两个人 或者是知道这两个人 要去装这件事情的人 突然跟他讲说 兄弟我们来做一桩事情 因为还有一个王律师嘛 对 就说这两个人是王律师介绍的 对 那可是我觉得比较 这样讲王律师 因为我认得他 他是民间四改会律师 一般来讲就是说风评是很好的 是一个热心公益的律师 那他也因为这件事情的关系 他要被证人被约谈 那为什么不让 就说那在这个之前 为什么都没有约谈蔡正元 也就是说 其实整个窃听案里头 还有一个关键的人物 应该是蔡正元 就说蔡正元 你在脸书上PO这些东西 你的消息来源是谁 如果你没有涉及窃听的话 那你的消息来源 应该可以在这个棺办过程 交代清楚 检察官查的是那个线谁挂的 他不去查 对 但是有相关 就是说你要看 如果柯文哲办公室去案子 一身告蔡正元 往上一层要去问他 但是他把分不同 蔡正元那个没有尘埃的 因为没有去告他 没有去告他 你柯办如果去告蔡正元说 你窃听或者你偷 你的业务什么秘密罪 或你派人什么 请检察官查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很特殊的原因是因为 所有的东西是因为 后来有一位歐吉桑 告诉了警方说他早上去装的时候 还没有线 助行业 助行业 对 然后才让警方可以把时间 放在那个焦点当中 但是你要了解 原来那两个真心业者 他们存的心态是什么 是我把他装上去之后 因为无法辨别是什么时候装的 于是他可以说 这可能一个月前就装了 或两年前就装了 或什么时候就装了 你看你们长久被监听 如果他捞生意是这样说 对不对 那这样的做法 也刚好给了科办一个很好的原因 说你看 你蔡正元知道我的行程 那这边有装一个东西 他可能一个月前就装了 两个月前就装了 他刚搬进去而已 科办没有这样说 不是 他是说 把这件事跟蔡正元连起来 我可信 那个助行业者的说法是这样 是说他那天去检查的时候 没有看到这东西 对 可是他在那节目上 因为我跟他在同一个节目 他讲的是说 这个之前装也可以 之后装也可以 为什么 因为动作很快 速度很快 所以这也给检察官跟警方 一个idea 就是说 那会不会是他检查完之后 才装上去 因为那个东西 速度是很快 不过他的意思是说 之前也可以 之后也可以 所以他才会去查说 从那助行业者之后 那些所谓影像的东西 他说插上去一秒钟 拔下来 对 一夹起来 然后他是那天早上九点去的 这里面最后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两个业者 真心业者去的时候 他知不知道这个地方 是柯文哲的办公室 现在有两种说法 我稍微回来 好 这个选情紧绷的状况之下 彭胜韶 他会变成 翻转整个选情的key man 关键人物吗 为什么会这么问 因为我们看联合报这么报导说 检方怀疑科办幕僚与真心业者 简讯传证 好我们看里面的报导是怎么说的 检方调查彭胜韶在11月初 用手机传简讯给吴德义 然后上面怎么写 律师拜托的那两件事千万要记得 11月3日彭又传简讯说 建国南路二段201号 柯文哲办公室明晚十点见感恩 好接下来他怎么写呢 说此外彭胜韶是科办首位 发现三楼配电箱有因缘线的募集证人 而检方在案发之后 一直试图联络他作证 他都以恐有生命危险 我很累等理由堂塞 甚至拒接电话 让检方认为是有蹊跷 哇这一听觉得好像这个小鹏真的大有问题 但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洪志坤 在脸书上面发表了这样的文章 他说奇怪了 小鹏在简讯中只有给业者地址 并没有柯文哲办公室这六个字啊 联合报报导你们如果刚刚听到我念很清楚的就是加了柯文哲办公室六个字 这是关键要人这个入人于罪的六个字 小鹏一直强调担心业者知道是科办而衍生事端 所以请业者检测前后都没有告知业者是科办是检察官是出假讯息还是联合报刻意误导呢 好我们口说无凭我们来看看到底联合报说的是真的还是洪志坤说的是真的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当时的这个简讯里面小鹏他是怎么传的呢 小鹏在这里写说吴经理你好请问有机器吗感恩 然后对方说请问明天晚上确定吗机器已被妥请告知地点及时间 这个时候小鹏回他的就是地址建国南路二段201号九楼明晚十点感恩 这里面的确是没有柯文哲办公室这六个字啊最后小鹏就留着谢谢麻烦咯就这样啊 好小鹏更进一步的表示说他其实原本根本就不认识真心业者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彭胜韶跟这个吴德义跟这个林俊宏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好这个彭胜韶台大毕业生录取后分配到科办政策部 并且根据指示他要来清查办公室是不是被窃听 后来不是这个后来检方命三万交保他拒绝他说自己清白检方改命吴宝请回吗 好我们来看个透过王姓律师彭胜韶才找上了吴德义 吴德义他曾经经营真信社然后他跟这个林俊宏呢是好朋友 就请林俊宏来帮忙清查电话线路 这个林俊宏呢他就是真信人员的背景了 他跟这个吴德义啊都是圈内人 而林俊宏就是那个承认说啊窃听器材就是我装的啦我想要多招揽生意 那如果他都这么说了那为什么现在检方办的进度 还有就是报纸上面的消息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呢 对这个看起来就加了这句话就说到底有没有告诉他是科B办公室 我觉得这蛮关键的一般来讲做幕僚的人如果是这样子要去查 有没有监听通常不会讲你的目的是什么 特别是这么敏感的科B办公室 那为什么会让这个事情呢在这个联合报上面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到底透露什么样的玄机 我觉得这个是联合报可能要出来解释 如果我们刚才讲就是金玉刚才拿出来那是那个简讯的原文 那如果检察官有的 因为检察官不是查他们很多这个简讯的通联吗 那检察官有这样东西 那为什么联合报的叙述里面会多一个科B办公室 因为这个很严重的意思是说 那如果是联合报这样讲是意味着说 这个小鹏跟这业者都很清楚他们要是去科B办公室 那我们也知道那个没有招牌上面不会写科B办公室 它就是一般的办公大楼样子 所以我会觉得这是联合报需要出来解释 因为之前也发生那个事嘛 就是契约说这个事情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蔡英文的说法跟这个记者说法不同 然后我们看到报纸 就是说如果这事一直出现的话 我觉得联合报要注意一个事 像是网路时代我们有所谓公民记者 那我当然不是说洪志坤是公民记者 可是说他如果在脸书上弄出来 这个传播的效力也很强 这个时候你要不要我可以想想看 这是专业上的不严谨 还是政治上的故意 我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刚才在谈这检察官 我觉得这检察官 我不太清楚他有没有政治的动机 可是他的侦办技术是很清楚 他这个剧本写得很清楚 礼拜五晚上其实我那时候看 不只是看这个所谓东网 其实苹果日报即时晚上10点 11点多出来的时候 已经有自导自演这四个字 对 而光于小鹏不愿意配合这个事情 也在苹果日报那边 就是说某个幕僚很关键 可是一直找不到他 其实那时候在 然后隔天其实就是 凌晨的时候就是要伸压嘛 对 我的感觉是这样 检察官的剧本是这样 礼拜六凌晨深压这两个 深压成功关进去以后 然后再找这个彭 那检察官新政已经很清楚 他觉得彭是指使的人 对 而且他不认为只有彭 因为那时候还传说 传了彭之后 要再去问科办其他相关人员 对 所以我觉得检察官是 从自导自演来 对 可是这个案子到法官的时候 法官不接受 鸡鸭亭没有成 所以这是为什么 最后小彭的时候 这遇到一个就是所谓 三万块交保 对 三万块交保什么意思 就是说要放你出去 可是你要交三万块来 然后让社会形象就说 你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彭 他不愿意交保的原因 不愿意交这个钱的原因 那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检察官很清楚知道 这里选举只剩下一个礼拜 唯一的周末 然后这周末 又有那么多大型造势活动 其实正这样讲的好 如果真的是 今天三个都关进去 生压成功 三个都关在里面 今天可能不是嘉宁华 没有时间嘉宁华 可能要开一大堆记者会来解释 徐老师你刚刚讲到 如果在简讯的部分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简讯的真相 但是在联合报上面所说的 我们第二个存很大质疑的部分 就是小彭彭胜韶 他到底有没有东躲西躲 然后畏畏缩缩的 不接受检方的询问 这个约谈 因为他里面写着说 我有生命危险 我好累我今天不要去 然后又说这里面 有串供的嫌疑 因为他跟真心业者 通了上百通的电话 在这个部分 我们也必须要来做确认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这里面有几个厘清的方向 第一个就是联合报 这个记者叫张宏业 他也是个很优秀的记者 那我之所以 没有想要问他的原因是 因为如果是检察官 告诉他他也不方便说嘛 对不对 那若是他自己写的 他也不方便说嘛 所以我觉得我问他 会白问 那但是有一个线索 我们是可以去 侧面去了解的 就是科办的这个律师 袁秀慧 袁律师 他同时也是这件事情 发生之后转为 这个彭胜韶的律师的 为任律师的部分 那这个袁律师 现在您在线上吧 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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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不可以 帮我们观众朋友 很简短的把这个事情 因为有些人可能 突然进入这个事情 并不是很了解 能不能告诉大家一下 就简讯的部分 我想科办这边 今天在联合报出来之后 应该就已经有做 必要的澄清了 那我想就以科办那边 所澄清提出的内容 来为主 应该是没有错的 那另外就是我们有提及 为什么联合报 会做这样的一个表示 因为这里我们也不清楚 到底消息来源从哪里来 那这个部分 刚刚现场来宾 其实也讲得很好 就是说这个部分 可能就要请其他 比如联合报 或者说司法单位这边 就是自己要解释 那这部分可能我也 我也没办法提出一个 合理解释来了 不好意思 另外那个报纸上 有一些消息说 检察官要联系他的时候 他有这个推托之词 东躲西躲 是这样吗 原来这个部分是没有 就是说其实在 11月12号 我们报警之后 我们整个办公室 等于是全力的 配合检方这边的查查 那在11月10多号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把小鹏的资料 给了所谓的检察官跟警方这边 那我们也一直在等 那个警方来传讯 或者检方这边来传讯 可是一直没有等到 那其实11月21号吧 就周五那一天 突然就小鹏突然接到说 需要过去说明 那这个部分 我觉得媒体上的报导 可能有一些误解说 小朋友很累这个方式来做推托 我觉得这边要先质疑的 可能是为什么检方 会在深夜来做一个传讯 其实其实诉讼法上面 我们在夜间 是不可以做传讯动作 他是几点钟传的 我印象中我这边接到电话 我没有直接接到 那个地点那边的联络 就是说小鹏联络 我这边的时候 已经是11点 10点11点了吧 对 所以无论如何 其实日末之后 就是一个夜间的时间了 那前耻你也没有透过传票 或者必要的通知书 来做一个传讯动作 那只是打个电话 后来其实小鹏跟我联络的时候 我有跟他说明 说先是诉讼法上他的权利 所以虽然说 他已经答应检察官之后 他可能就是觉得 讲一讲之后 他也很累还上了一天的班 那他可能就打电话 去跟检察官说明 说就不过去了 要改白天 对 可是当天晚上 他说不过去 我们也约了8点半 那第二天8点半 其实我陪同到的时候 是检察官跟我们讲 叫我们改去警察局的 好 了解 那原理是这样嘛 那个小鹏跟检察官说 他要改成白天这件事情 就只有检察官知道嘛 对不对 那或者是有人 有这个真心业者 去夹这个夹子听到的 否则的话 那报纸怎么会知道 说小鹏说他很累 要改白天呢 这个我也不晓得 对 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 小鹏原来是跟检察官说 他很累他要改白天 但是我确定 小鹏就是说 再跟检察官 后来改时间 应该是 就是我们已经讨论过 这个夜间真讯的部分 那我们是觉得说 还是用白天会比较适当 好 那白天去的时候 你就陪他去了 对不对 他是用证人的身份去 白天到 因为没有直接 跟检察官联络上 那我们到警局的时候 至少警察这一边 告知我们是证人 好 OK 大神女这边 那那个时候你在外面 因为证人的时候 你不能陪同嘛 所以你在外头 对不对 没有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在里面 OK 那 证人不能请律师 不是吗 是 那所以大神女这边 跟我们的说法 他认为说 如果既然律师来了 那就 他的讲法上是比较科技 那就原来让律师 也在现场陪同这样 OK 所以你在当场 有看到他转被告的过程 你是说在警局 不是 后来你到了那个 北检的时候 是 我们本来预期说 我陪同到北检 警察官这边应该会 比较依照 就是比较一板一眼 依照那个 行事通法相关规定 就应该会请我出去 结果警察官也没有 一进去之后 就直接律师分向全力 OK 我们那时候才意识到 警察官竟然是 直接用被告来询问 所以你一进去的时候 他本来是以证人身份传 但是一进去的时候 检察官就认为 你可以留在这里 因为他已经是被告了 是这样吗 其实是不是以证人身份传 因为这里始终 没有一个传票 或者说一个通知书 所以都很模糊 我们都知道有时候 在办案当中 他会用什么 关系人、嫌疑人 不可以啊 被告跟关系人、嫌疑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法律权益啊 所以只能说 这件事情至少 在警局的时候 我们没有被告知 是被告 但是我确实有留在 有陪同警局的一个笔录 然后到检察官那边去 之后 检察官是很明确 就已经告知参向全力 那个时候应该就直接说 就是以被告 至于说检察官自己的心证 是不是他有曾经想过 是用证人来传你 那我信来转被告 还是我一开始 就用被告传你 这个部分我没办法判断 因为没有任何的传票 OK 甚至在电话当中 检察官就应该清楚的说明 用什么身份来传你 因为这牵涉到 当事人的权益 他可以被请律师 对 跟他自己相关 是以什么样的身份 被约谈 被传讯 我想这是应该是 刑事送法的必要条件吧 是 只是因为 因为彭胜嫂本身 他不是法律背景的人员 那可能有时候 他也搞不清楚 他的权力在哪里 那我不是直接 接到司法单位 这边的电话的人 所以我不能 我不确定检方这边 怎么跟彭胜嫂讲 那我认为 他应该是没有 讲得很清楚 否则彭胜嫂不会 半夜这样 12点就 接到电话就跑过去了 OK 那后续这件事情 你们有没有 什么样的复案 复案 目前我们 还是一样 就是配合检方这边 的一个 查查进度嘛 这跟我们一开始的初衷 都没有改变啦 那就看检方这边 后续有什么 需要我们这边协力的 我们就全力配合 那彭胜嫂这边 他的心理状况 或各方面有没有受到 很大的波动 昨天变成被告被上靠 都是有吓一跳啦 那不过那还 他就说小鹏他自己 能决定 不要交保 拒保这个部分 他自己确实也很坚持 他在这个案件当中的 一个角色 那今天的状态 后来检察官 就是 撤回了所谓的交保的 一个裁定之后 就让他出来了嘛 今天他其实就去上班了 目前对他来讲 就是赶快把手上 最基如山的工作做完 应该是他最重要的事情 好 袁律师 那小鹏他如何说明 检察官怀疑他为何 在事件发生之后 跟通讯 这个真信业者 传了上百通的简讯呢 这个部分 比较细节的部分 可能有牵涉到 侦查不公开 我比较没办法 完整说明 但是总之就是说 这个小鹏等于是 去委任这个真信业者的人 那他透过这个 他的习惯是用简讯 来联络嘛 那他透过简讯的方式 来联络这个委托的工作 我看你们刚刚也有秀出一份 好像是科班那一边 对 显示出来的一个line 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其实就是 不是line 是简讯 就是透过简讯 来联络这一项的委托工作 所以为什么会有 所谓的上百通的简讯 他其实字都很短 好的 感恩 谢谢 这样推积下来 就有上百通了 那后续的部分 大概就是在于说 警察开始查查之后 小鹏有去拜托业者 就是出来 配合办案嘛 那业者有不愿意啊 拒绝啊 这样的一个往来对话 OK 好 谢谢袁律师 谢谢你 柯拜目前的态度 是选择相信小鹏 这样做会不会太危险 郑亮兄 其实这个 当然有人就说 现在柯文哲 因为他不认识小鹏 所以他就说 法律走到哪里 你就办到哪里 那另外姚立明 跟张景臣是跟小鹏 是互动过的 因为他是海选进来的 他是台大志工所的学生 然后表现也相当好 那观察这个人也很单纯正派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人也是有情有义啦 你说真的人家出事啊 你就立刻跟人家切割 有人就说这样 法律风险比较小啦 可是 他们选择相信他嘛 因为当然也知道了 部分的一些事实啦 比如说 就去调查他的过去 那我们也在脸书上看到这一位 他署名是Falicia Chan 他就讲到小鹏以前在万里 在这个驱公所在上班的时候 他就常常去做一些社福啊 環保的工作 那这个是一个自闭症小孩的妈妈 那小鹏就是曾经服务过他的小孩 那他就觉得他非常的真心啊 那甚至于包括他后来跟史英结婚啊 那还请那个自闭症的小孩去当花童 就他连那个很简单隆重的婚姻 都会想到他的小朋友啊 所以这个妈妈就 因为这件事他就出来写个脸书啦 他就说他相信他的政派为人这样 那这个只是在讲他的其中一个例子 那事实上 他抛弃他公务员的工作不要做 然后就来参加海选嘛 事实上这种人在柯B阵营里面真的有好几个 OK 比如说廖泰祥他是在外商工作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事实上这些人进来之后 他真的是很单纯的人啊 就觉得说政治应该可以不一样 然后他们有互动嘛 那个姚立民跟张景森 确实就跟小鹏互动 在几个月 那就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政派单纯的人 那他也看了相关的资料 所以他们选择相信他啦 OK 我就补充一下 我就说你看他们道庭的那个表现 那个态度 就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说 到底谁身上有鬼 你看小鹏的态度是非常坦然的 所以他觉得说怎么可能 可能上靠的时候会吓一跳 因为毕竟还年轻 而且真的是法院对他来说 地检署对他来说是一个有压力的地方 可是你看那两个真信业者 就这样子遮遮掩掩的 你看他们的态度你就知道说 问题确实是出在这两个 就是吴德毅跟林俊宏身上 那到底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其实真的就是说我们接触过很多真信业者 确实是良有不齐 那所以呢你说所托非人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本身是有问题的 不管他们是自己觉得想要做生意 或说真的利用这个机会知道说 有机可乘 那甚至背后刚刚其实可敬大哥说 也许是他们就说是他们自己想要做生意 或是说到底是小鹏或是科办其他人 那为什么你不想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有人因为已经曝光了 已经11月多了嘛 那也有就说属于我们直接讲 蔡振元比较亲近的人 认为这也是一个可乘之机 然后呢就说他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不是只有在科办内部会跟这两个业者套招 他也有可能被收买啊 那甚至就是说真正问题在这两个人 你们要讲清楚 你们到底用意何在 到底受谁指使 我觉得这才是就说比较清楚 那刺毁不是代表他们没事了 刺毁反而是后面还有很多东西 还要再继续追查 我们稍微回来继续聊 不同于窃听事件造成的这个效应 在强摘器官这个话题上面 其实我们看到同样也是来自于联合报 但这个定调呢似乎是打不下去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看到联合报的报道说 一爱变成了临时亲人 弃捐者家属受到二度伤害 因为这样的一个后续的影响 是整个社会的损失 我们在这里要看的是 事实上立委强摘器官之一一出 影响民众捐赠意愿 器官捐赠贤协会的秘书长 吴英来就说 不少人来电质疑 签弃捐卡可能不是正确决定 但是弃捐者家属因此二度受伤 更令人痛心 吴英来自己也是弃捐者家属 18年前他的哥哥意外身亡 曾有人质疑他临时哥哥的身体 他至今无法忘记那个场面 他花很多时间慢慢认定 当年的决定是对的 他说你能想象这些心痛的家属 在暗夜里以为自己做错事实 内心的苛责吗 吴英来说器官捐赠是很温暖的事 台湾推了多年 好不容易让签署弃捐卡的人数增加 他激动的说为了特定利益 用此议题扭曲弃捐爱心 是撕裂社会 这些说不负责任的话的人 都要反省 嗯 怎么看 嗯 我要先说 其实真的选举不用选到这样子 我们先看说 刚才那个窃听案很简单 我还是觉得说 那个大的方向逻辑 用最简单的态度 去面对这些复杂的纷争 这才是你可能跳出来以后 看才会更清楚 很简单的逻辑是什么 这一个彭先生跟那两个人 嗯 可不可能是共谋 嗯嗯 第一 他们之前完全不认识 嗯 完全不认识的两个人 找来 还透过了一个律师才找来的 再笨的人也不会说 我第一次找你来 我就跟你讲 欸 你来帮我装一个老鼠尾巴 我们来 来操弄选举 搞个大的那种 嗯 可能吗 再笨的人也不会做这种事啦 我个人的看不 是这样 找个不熟的人来 对 还找个完全不熟的人 嗯嗯 完全没有什么 什么计划的这样做 我觉得不要说它是太大的 随便路人甲 我觉得都不可能会做这样的事 这是第一 那器官捐赠真的是 除了刚才讲的这个 感性的说法以外 真的好不容易 我们大家才有一点 比较先进的看法 开始鼓励说 啊 大家要捐赠器官 或者不要啊 再有那种旧思维 甚至啊 为了环境保护 还可以海葬 还可以怎么样葬 那既然这样的话呢 那更可以再救活一个人 那可能就整个家庭 又不一样的观念 那这个东西建立起来的 现在又因为选举 像刚刚说的 然后破坏殆尽 而事实是真的是这样吗 不是嘛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医疗品质 跟这个医学成就 在世界上算是 真的是顶尖在前面的了 那这个整套的制度 也不是说一个人说 两个人说 更不是说科僻一个人 决定就可以怎么样 来制定这个 甚至这个到现在为止 都还有检察官都还介入 还不是只有医疗人员 还有检察官要去认定的 司法跟医疗体系 双方双重的认定 甚至还有 你有说判定死亡以后 还要四个小时之后 才可以处理的 那你还可以用政治的操作 把它操作成 就像柯P讲的 像台大在卖人肉包子一样 柯P就是那种 杀人凶手的样子 我们觉得这真的是扯太远了 真的听不下去 器官这个议题 如果是对柯文哲的选情 有影响的话 那是台面上的 就是你的报纸上 会看得轰轰烈烈 这个家伙怎么样 你说这个可能是 国民党立委 他们之所以要 在十几年后 来质疑这个议题 他的政治目的 不然他 以他们的意思背景 那么早就有人在讲 他大可之前就提出来 但是他会影响的 那种人心上面的信任感 是台面下的 所以你们看 刚才那个主持人 拿了那个手板 那谁知道 有这种弃绢家属 会有这种想像 我是大概十几二十年前 我就先捐弃绢 我就先那弃绢卡 但那张卡 我也很难推销給我家人 那后来发现说 我自己有免疫系统的问题 我不能捐了 但是你会想说 真的多少人看过 这个弃绢卡 你在推这个弃绢的时候 是多少说服 不太可能说 路边跟你说 签个捐款的话 然后大家就签下去 那是对生死 那种是很挣扎的 就好像说台湾人 不太会事前写遗书那样 你写弃绢就是写遗书了 所以你现在这个议题上去之后 我想这两位医界的前辈 国民党的立委 还当过理事长了 你要想想看 这个对于人心 对于医疗 甚至对台大医院好了 那个信任度这个降低 你怎么样弥补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才是说 你选举选到后来 做了这么精密的分工 但却没有很精密的 去分析这些议题 MG149也是这样 弃绢这个议题也是这样 这我想也是说 大家对于国民党的选举 或对联盛选举 没有信心或没有兴趣 甚至厌恶的一个很大的关键 在选举倒数 大概我们往前推两个月 你看国民党这个立委 一个是罗书磊 是全国会计师工会理事长 一个苏清泉 是全国医师工会理事长 两个人都跳下来 当然一个是区域 一个是这个不分区 两个人同时跳下来 国民党出手这么重 夹他当店是为什么 我其实 我觉得苏清泉跟廖国栋 他们是因为自己本身 具有立委的身份 所以有言论免责权 所以柯P不是讲说 你们最好走出立法院来讲 那真正背后的那个人 也就是说真正说是强摘器官 然后把柯P指为说 就说OK 这些人他们不想死 然后好像被加工死亡 这样子 其实真正背后的那个淫武者 是高知敏 那我其实在这里 要特别告诉大家 高知敏的一些背景 我相信包括叶委员 或很多资深的立委 都知道 枪击案 对高知敏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跟身份 其实他本身是医生 可是他做的事情都不像医生 包括他以前 我曾经 因为他曾经告过我一段时间 所以我跟他打过官司 他的底细我非常清楚 比如说他搞了很多的俱乐部 然后欠税 欠税之后被限制出境 那我曾经报道说 他呢 这个同样欠税两样标准 结果后来呢 他才告我 也就是说他其实因为搞了一个俱乐部 然后欠了税被限制出境 那他专门都在以律师 以医师的身份 游走很多的政商关系 所以第一个包括 之前大家印象深刻 田耳案 就是突刑者的田耳案 那个不是搞了一个大乌龙吗 好那讲这个事情的人是谁 是他的老婆 叫就是也是这个不分区的立委 叫杨富美 就他们夫妻两个人在立法院是 真的是以前是一对宝 就是搞了就是 曾经有还有被票选说是什么 其实最不要脸的立委 就是票选出来的 这都有机可取的 包括把突刑者的这个田耳案 弄的乱七八糟 就是跟李庆安那个事情 那另外呢 包括后来在连慧欣 连慧欣后来不是卖禁药吗 高知敏还跳出来替连慧欣保证 说这个禁药就是那个 叫做Sepitus 那个就是那个禁药 那种禁药在日本是可以用的 问题是最后呢 连慧欣 连慧欣是这个六百万 然后还起诉嘛 好 那结果他也没有道歉 也就是说 连慧欣自己都承认说 对 他卖的那个就是禁药 可是这位 用着医师背景替他背书的高知敏 竟然什么都没说 什么自欠也没有 那所以高知敏是在整个事件里头 你知道连后来连这个整形名医 刘伯恩很多人都打了一巴掌 就说你做了很多事情 是在医界大家不认同的 好 那高知敏用了一个背后的引武者 而台面上让苏清泉跟廖国栋出来 然后再用一个什么 再用一个不愿意具名的 说跟柯P共事多年的人 就说这个柯P这个强摘器官 然后呢 就像过去有很多人是 已经宣告死亡了 后来又醒过来 那这样子不是谋杀吗 问题是那个我那个人是谁 那个跟柯P共事多年的人是谁 是个引武者 所以我认为说 这样的一个攻击事件 我就必须告诉大家 如果这个对手阵营 也就是说连阵营 如果你还有什么保守的话 因为从11月16号 你看我这里整理了 16 17 18 19 20 就一路下来 每一天都有一个部署 就是对对手阵营来说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一天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三万元交保 后来呢 五保赐回的彭胜少 那前面呢 就说还有说柯P收叶克摩厂商的钱 然后说他强摘器官 然后呢还有说他 就说什么这个活摘器官 就是贩卖器官 这些问题都有 那我必须甚至连这个什么柯P 祖父跟父亲是日本权贵 皇民化的这些问题 我真的必须告诉大家 其实我已经找人算过了 从11月16号 以后呢 就是双九月 不是今年农历九月是双九润月吗 从那个结束之后 11月16号之后 开始就是柯P非常旺盛 什么人打他 谁倒霉 你再出来啊 最后剩下七天 还有七招 也有人算说这个 连胜文论九月不好 可是论九月一结束 昨天就是11号 所以连胜文就开始会往上冲 对好 那可是反正无论如何 就是最后从这个 这个五保释放开始 就从今天这样 23 24到29号 到投票日早上 总共还有七招 七招来吧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 等着接招 是 看到底还有什么保送 其实我只补充一下 我是觉得连正宜 其实很多人说 他们选案打得不好 可是你看 NG149有会计师背景来打 对不对 器官的事情 这个活在之外 有医师来打 全国工会理事长 这是最大咖的 然后呢在美国作证 那个有那个谁 也是找相关人士来打 就是说他们都有专业 然后也针对每个议题在排 所以我会觉得说未来 几天大概都会很热闹 因为离选也接近 我现在每天的议程 应该都排好了 现在只差这个全国律师 工会理事长 跟建筑师工会理事长 要出来 要出来 谁的议事比较好 我们稍后回来等您看看 今天Super Sunday 两边的气势如何 白色力量加油 在民众热烈包围和支持声下 柯文哲牵着妻子陈佩琪 和妹妹柯美兰热闹进场 11月29号 请你去投票 不只为自己投下一票 也为自己的孩子投下一票 面对台下满满观众 柯文哲感动哽咽 甚至轰了眼眶 更当场向民众喊话 拜托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 这道高墙把我们分成了统独 藍绿国民与皇民 未来台北市政府的公务员 不再需要服务政治 不再需要服务政党 他们只需要服务台北市民 背后没有政党当靠山 一旦做不好 两党都会攻击我 所以 我没有松懈的权力 柯斌跟家人幕僚一字排开 就算台下民众再热情 柯文哲还是控制着情绪 暗批对手连盛文 太激动 昨天的游行 有人在另外一头 抱头痛哭 场面非常的悲伤 但是 我认为 政治努力的目标 是要使人民快乐而非悲伤 只见柯文哲越讲越大声 毕竟台下民众 挤满是府广场 这样的情势 就算说要选总统 恐怕也不为过 记者综合报道 来到公馆商圈 全台北时代来讲 每个地方对我们讲 都很重要 没有主场或是副场的这种差别 持续的都有 跟这个 不管是年轻的朋友 或者是中老年的朋友 我们大概都有 透过不同的场合 又是签名又是楼坚 本刚前不少年轻朋友 看到联盛文也很热情 但这一位 跟联盛文合影 看仔细点 手势 却是笔漆 这摆明了 是要挺可批 没关系 都OK 我无所谓 谢谢大家 联盛文笑笑不以为意 毕竟选战倒数 不论民众给什么回应 联盛文只能卖力走进人群 抢到选票 最实际 谢谢陈明华专进 SNG小组 台北报道 昨天呢 被暗算 不过来 这样比较好比啦 这样比较怪嘛 可能是微笑啦 对啊 对我们想太多了 对对对 因为毕竟在昨天看到 还是有10万人走上街头 挺联盛文 但是刚刚看到这个场子 今天是不是星期天 大家比较没事 所以有20万人走上街头 挺柯文哲 但是我们看到 不断地在喊出 蓝绿对决的这个时候 20万人吗 警方说2万人 不用跟警方争辩 我刚刚有公布 9万6 9万6 警方的公布 然后昨天联盛文是7万 7万 所以还是比较多 谁公布的 那下台了吧 所以他说2万人 是说两边差了大概2万人 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请来宾 稍后也可以来评论一下 在今天 柯文哲跟昨天 林盛文他们在舞台上面 主讲的调性 跟他们的表现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 蓝绿对决 为什么 我想要一直拿这个 就是选票上 不分蓝绿 为什么这么讲 你看到 原来蓝绿在选票上面 已经融合 有签票栏 有号字 有相片 有姓名 可是如果你想要按 哪一党去选人的话 你是找不到党籍的 就是说你走进投票区去选票的时候 选票上竟然没有党籍 这怎么回事 那个导播那个 一幕墙上的CG 可以看得更清楚 你看 有这个号字相片 候选人姓名栏 这是那个选举公报上面 提供的一个 所谓的选票的样本 给大家看的 可是只有这一次的选举 这边有民主进步党推荐 这边有民主进步党推荐 这里有中国国民党推荐 然后 宋主瑜是联署 然后这边是宋主瑜是联署 对我们再看看 那在四年前 2008年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 好 看到这是 谢长廷跟苏贞昌 然后民主进步党 马英九跟肖万长 这是中国国民党 不过这是总统的选票 对刚刚是总统选票 但是台北市 那不过我们换一个 从政党政治 或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 不管是总统选举 或是一般的选举 其实应该要让选民在公报上 或是在投票的选票上面 有最清楚的资讯最好 因为政党 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 考虑的因素 但是我们就想说 会不会是搞错了 也就是说选举公报应错了 或者是说 以往台北市的市长选举 本来就不管党籍 对 因为这次也要选市议员 他们就说 把蓝军逼出来 把绿军逼出来 就逼出来到投票 就发现都一样 那我要投谁 这个我讲一下 就是说 我们去查的结果 因为这几天网路上面 大家在讲 有讲选票没有政党籃 有讲公报没有政党籃 可是昨天在节目上 大家拿的公报 其实是有 台北市是有 我不知道其他县市是怎么样 民进党执政县市 我们也没有接到相关讯息 这次双评有盖 那像议员的选举 其实因为议员很多 大家未必认识 民进党有在配票 所以看政党籃影响更大 那国民党通往是责任区的 这几个理是我的 那几个理是我的 这次国民党也配票 配票单都出来 陈吟生跟张立善 会希望不要有政党籃 他怕人家讲说 他投这个陈吟生的 那总统不要来 张立善也是这样 我拿一个 大家画面可以拍得到的话 这是那个 应该是选委会相关的一个规定 地方选举的 选票的样式 这的确是没有政党籃 以前大家在投票可能没注意 所以好像是说 中央级的选举 总统跟立委有政党籃 那如果选票上 地方选举没有政党籃 但这个差别在哪里 讲真的过去可能 它有什么道理 对 大家可能没有去注意 因为你有政党推荐的 要付政党推荐书 中央跟地方 候选人都可以有政党推荐书 包含最继承的里长 或者说乡民代表 那所以为什么 中央跟地方的立委 要政党推荐书 那代表里长 也可以有政党推荐书 那为什么选票上不应 这个我真的不理解 那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来试试看 因为事先没有约好 我们来打打看这个 中选会的代主委 刘毅忠 因为以前在学界是同事 我试试看 我这样打给他 他会不会接 会不会不礼貌 那个导播您试试看 我问他不勉强 他愿意回答 就回答 所以听起来好像是 中央跟地方上 选举的不同 这是在同一个规定里面 这我也要说一下 其实 这一次选举真的很奇怪 我们服务处还接到 年轻的朋友打来问说 这个 可以不告诉我 这个候选人 是什么党籍的 这样 因为他不是只有 那个选票上面没有印 他的广告什么 你好 刘主委吗 是 主委你好 我是彭文正 不好意思我 你好你好不好意思 我事先没跟你讲 我现在是一个现场的节目 叫政经现实批 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网友说这个选票上面 在投票 进去投票的时候 那个投票单上没有党籍 这是 是这样子吗 现在的选拔法案 是这样子规定的 就是说你进去投票的时候 那个选票上面 是看不出这个候选人有党籍的 现在的选拔法案 只有总统选拔法案 规定 选票上要有 那个有印证党 OK甚至连立委选举都不印证党 现在没有 那从学理上 我知道老师您是那个政治学的博士 从学理上来看 这跟政党政治会不会有点相违背啊 你看选立委的时候 还有不分区立委嘛 表示政党是个重要的因素 我跟你讲 这个一定是立法委员他们 他们的考量做的决定 但是上一个会期是有立法委员提案说 要把那个政党党籍加上去 那在内政委员会是通过的 因为内政部跟总选会都表示这个支持 我们同意 我们觉得可以支持这个建议这样 但是那个现在还在立法院里面 所以还没有实行 立法没有完成 对 就是他在立法的过程当中 现在 好 所以谢谢刘主委 也谢谢你 让我们帮这个网友解了一个货 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个 我们赛场的这个民进党文宣部主任 我跟郑运鹏先有一个问题要问您 您愿意回吗 我不要进场好不好 因为我不曉得你们那问的节目是什么 因为像这种法律的节目 我可以打那个其他的 我不要 好 那就不勉强了 谢谢主委 谢谢你 好 那运鹏你本来要问什么 我本来想问说 那这个党籍 因为刚才主委是说 是选霸法上规定的 那他有没有修过法 所以现在网路上大家传的 其实是应该 因为我认知上是行之有年的 只是大家投票的时候我就忘了 忘了根本没有政党籃 那如果有修过法 那是为什么 那如果这个主委 我想之后我在立法院或 我自己再会去查一下 他可能也很难回答你 因为他也是刚 你是刚接任嘛 对没有多久 可能对于过往的立法过程 不是很了解 不过 这边有个政治学的教授 有两位政治学的教授 那永明你先看看 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总统是可以理解 因为我们总统的候选资格 不是交保证金就可以变成 对 他必须你这个政党 上次选举的时候 必须有5%以上的选票 所以你才有能力推荐 所以你看到那几个会友 那所以宋楚瑜那时候 是因为他用联署嘛 对 你除了联署 你还交钱之外 你才能变成 所以 可是我觉得 像其实刚才主委也讲到 其实也考量到说 像你讲政党政治 其实也在修法的过程 我是觉得说 这搞不好透过这次选举以后 搞不好立法院可以快一点 这个可能就要问叶委员他们 就说是不是让他完成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次选举里面很有趣 就我刚才讲的 陈以珍跟张立善 也不是只有他们两个 你去南部看 是很多 很多 国民党籍的 都不愿意把他的党规放上去 甚至不希望让人家觉得他是 看板上面 甚至连颜色都中性化 对 那这个会不会就变得比较麻烦 就是说 你的确是这个政党提名的 甚至有初选的过程 你争取到这样的位置 那可是你为什么不让民众觉得说 你跟这个政党有关联 这个是会不会有欺骗的嫌疑 我们只是这样讲 那今天更有趣 今天马总统跟陈以珍这个更有趣 马总统跑去陈以珍那边复选 而且他去的是一个眷村 叫金国新城 蒋经国的金国 结果马总统到那边陈以珍不出现了 放鸽子 这是党主席来 党主席提名你 那大家也知道 他陈以珍先生以前还当过 国民党的发言人 应该是马总统这个怎么讲 就政务官像郑立文这类 栽培的 结果马总统去帮你复选 也不是一般的菜市场 是一个眷村 应该是比较懒的地方 结果陈以珍就是不去 没有他是说是说 去参加同乡会 那赶不回来 这是总统的行程 对我了解 总统行程绝对不会是 十分钟前才跟你讲 我相信已经排很久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现象 就是说如果当候选人觉得说 不要让选民知道他的党籍 会比较有助于他的选票 或者说不要让我知道 我跟谁很熟 所以我会觉得说 可是你的确是政党推荐 我是觉得这里面有欺骗的关系 因为那个会有镜头 媒体会拍出来 可是今天不去 不是变成明天的新闻了吗 但是可以确定 可是至少不是电视 网友把这个思维说 国民党这次 就是很多网友在讨论说 难道这也是你们的奥伯之一吗 就是是不是又出奥伯了 怕人家看出来说 哎呦你是国民党的 郭敏东也卖倒了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 稍后回来 好就在11月21号 国民党的台湾加油站 脸书粉丝团公开了一段影片 是希望大家在11月29号 用选票来大声说话 而这个影片 目前已经有10万多人点阅 而网友也纷纷发表 对影片的看法 我们也带您一起来瞧瞧 因为你不上网骂人 所以你是错的 因为你不上街抗议 所以你是错的 因为你只会静静努力 你抢不到麦克风 所以开放变成错的 讲理变成错的 中后变成错的 但民主是台湾的 不是大声工的 他们抢走了你的声音 但是抢不走你的选票 这里是台湾 不吵架的人 也有巨大力量 握紧手上的选票 11月29日 让我们静静的大声说话 这个广告主在诉求说 国民党他们自己认为 他们不上网骂人 他们不大声说话 不抢麦克风 然后不捏造事实 所以做了这样一个广告 但是是不是这样 当然我在想选举的时候 对不同政党不同支持者 那反国民党的人 就不太服气 就做了另外一个枯手版 来 我来比一下 因为你不上网骂人 所以你是错的 因为你不上街抗议 所以你是错的 还我不会 还我不会 因为你只会静静努力 你抢不到麦克风 因为你只会静静努力 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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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策协议 直到永远 所以开放变成错的 要求中国大陆当局 不要阻挠 我们跟贸易伙伴洽签 自由贸易协定的努力 奖礼变成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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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高啊 抗高啊 不只桑西拉 是一個非常可惡的桑西拉 但民主是台灣的 不是大聲工的 他們搶走了你的聲音 但是搶不走你的選票 不領弄弄弄弄弄弄 是我們的權利 政黨票請投10號 這裡是台灣 不吵架的人也有巨大力量 然後你 我被認為是深綠 你被認為是深藍 我們倆只要站在一起 我們倆可以理性地交談 我們倆可以合作 全台北的市民都知道 藍隊就可以和解 我們倆可以交談 我們倆有不同的歷史經驗 可是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可是我們可以有 共同的現在 握緊手上的選票 11月29日 讓我們靜靜地大聲說話 這些所謂特票 我感到特票沒有選秀 特票可以發光 可欽 你怎麼看國民黨做的這支廣告 跟網友哭手的這支廣告 我想這是國民黨 歷你來做的廣告當中 算是非常出色的一個 他 我們叫做廣告裡面 通常會看一個東西叫insight 就是消費者或者選民 對現在這個廣告訴求當中 他們主要核心的觀念是什麼 我們這支廣告中看到什麼東西 看到了所謂的藍的價值觀的 被重新定義 過去藍的價值觀被 在整個民主的過程當中 我必須要講因為經過了很多街頭 衝撞很多的這些過程中 已經跟20年前的藍的價值觀是截然不同的 特別是這次的選舉跟四年前的選舉比起來 多以這支縣市場選舉來講的話 網路的媒體的興起跟大量的運用網路的一個價值 這個部分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次的分水禮 所以你在這廣告中 你看到幾個重要的字眼 是說你不上網罵人 你不上街頭 你認為開放或你搶不到麥克風 這些的行為 那這是藍的在這一次選舉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為什麼呢 他們變成了一個沉默的一群人 而這個沉默的一群人在民調當中 會被歸類成不表態的選民 那這個事情我相信會對整個選舉的文化跟操作來講 我想運彭也是做文宣的 我們大家都會很仔細的在看這件事情 到底成不成為一個重要的選舉文化 我舉個例來講 我今天早上呢 我把蔡一山昨天在那個選舉當中 淚流滿面的一個照片 是中國時報的一個報導 我把那張照片放在我的臉書上 我說加油一山 一山一二三 一二三 你知道我遭遇到多麽可怕的被圍剿 你知道我遭遇到多麽可怕的被圍剿 你說你在臉書上 你的臉書被圍剿 我自己的臉書上 我只是放了一張照片 那些都是你的粉絲 不不 他是被開放的 我不是只有給我的朋友 OK 然後我被遭遇到多麽可怕的圍剿 那我就讓這些圍剿繼續放在上面 那我就發現大家彼此間的感覺 你很輕易的看得出來 所謂的藍綠之間的行為模式 可惜你要做個實驗 你明天PO一個佩奇加油 看會怎麼樣 可以 可是我沒有照片 我要一個東西 那我給你 好可以可以可以 不過北京兄你剛剛講 藍綠還是說藍跟反藍 或是說是藍跟反聯 這個叫做不是藍綠的 國民黨跟民民黨的問題 是藍綠的價值觀的 對於不同的意見的反應 不同的價值的觀 然後呢你會犯到 很多人是這樣 就是說 他在上面講說 只要你放了這件事情 他就開始 不停的用很多種方法來罵你 OK 比如說我今天放了就被罵 那有人也說很好 所以你看到正反兩邊的意思 在這上面 那有一個人在上面PO一段文章 他就很清楚 他說 為什麼一個人在臉書上PO一張照片 就要招致這麼多人的圍剿 因為他是個公眾人物 所以他就被這樣的圍剿 做這件事情 那說台灣過去好多年 一位一位這樣的選舉文化 招致了很多藍的觀念的人 不願意再發生了 他變成沉默的一群人 就是這广告當中說的 這一群人 那你是不是這種人 他在跟這種人講說 選票因為是不記名的 所以你可以大聲的 沉默的 靜靜的大聲的說出來 就叫反這個沉默的螺旋 對對對 那如果今天29號那天選出來以後 你發現呢 一面倒 所謂的綠的候選人 好 大量的當選了這些 那我可以告訴你 台灣未來的這個 所謂的政治選舉的這樣的文化 一定要重新被定義過 那如果呢 沒有 還是回到原來的什麼台北市啊 什麼這些比例來看的話 那我可以告訴你 所有的評論都會告訴你說 沉默的這一群人出現了 OK 好 那這就是價值觀 那所以我說這支廣告 他賭了一件事情 他其實下了一個很大的豪賭 他跟這些人講 是你 如果你不出來講話 那這個聲音就不見了 這個力量就會消失了 那這個國家將來的模式是什麼 都是跟這些人講話 這是賭 這是好賭 但是如果說今天 選民可能說 我告訴你 我就是認為 我對你的執政不爽 我對你的東西的表達意見 我就是要反對你 我要讓你深深的受到教訓 所以我雖然沒有講話 可是你要忘了 我不是站在你這一邊 那29號一開盤就知道了嘛 我們看看哪一個力量強 哪一件價值觀是被認可的 大多數的選民 這個是沒有辦法買票操作的 這也沒有辦法運作的 這是全部集體意識的最後的共決 對 剛才那個酷手板雖然不是民進黨做的 是這個網友自發的行為 不過我想從民進黨的角度 來那個文宣部主任 你看看怎麼看這兩支廣告 但是國民黨這支廣告 我第一時間就看到了 我們都要互相都蠻注意的 有時候我甚至懷疑說 他做的廣告是給民進黨看的 我們做的廣告是給他看的 那OK 但是我第一時間我認為說 這是成功的廣告 這幾年也很少看到 國民黨廣告做得這麼到位的 他訴求是對的 但是你會發現說 他所訴求的意識形態 是一個政黨的最底線 為什麼叫最底線 他沒有告訴你我好 他只告訴你說 我們沒有講話 你們要出來投票 這已經是最底線了 那這種最底線 他表現出來是說 因為網路上面大家看到 其實義和團很多 各取所需 像我們被罵蛆 憤阿扁被罵什麼樣 大家去找都OK 只要他一有道理的時候 他的反攻跟那個量是很大的 那這一次可能國民黨 相對來說他沒有成績 他沒有正面的力量 支持他們站出來說話 所以他看起來比較弱勢 那他希望說 你們在網路上罵輸人家 你們出來投票 但是我必須要講 他裡面的訴求 其實是一種很平靜的殘忍 為什麼說殘忍 這幾年上街頭的是誰 他裡面對於說這些人 站在國家的對立面 站在我們對立面 官場工人 人家幾年沒有薪水 國民黨這邊怎麼照顧他 華龍自救會 國道收費員 紅仲秋命案 學運 學運是因為誰搶麥克風 張慶忠搶麥克風30秒 把這些下一代的未來產業的 這些老公全部都自製不顧30秒 所以他的殘忍在於說 我們如果投票出來怎麼樣 這些上街頭的人不是民進黨的 上街頭都是為了自己的生存 為了社會的公益站出來的 如果執政黨 中央也是他們執政 立法院也是他們多數 地方也是多數是國民黨的 他只有這個訴求的話 我認為他成功了 他的確可以換回大概一早票 但是如果只有這個訴求的話 你可見得國民黨 這次選舉的艱困所在 我也覺得我看這個廣告 我覺得他非常成功 他成功之所在 我認為剛才兩位說的都對 就是這個廣告 其實給國民黨的支持者看 給民進黨的支持者看都很好 都提醒你要認真的想一想 雖然你沒有表示說你支持誰 特別是大家最在意的 大家每一次選舉都最在意的 所謂沉默的這一群的中間選民 你沒有表態 所以不表示你不能夠選擇 所以呢我認為這個廣告拍得很好 我補充一下 但是我還要再強調一句 你是執政黨 怎麼還好意思說你沒有發語權 這個是我覺得很驚訝的一點 那大家想想到底是誰沒有發語權 這個其實人民跟一個執政黨的相對來講 誰才是弱勢很清楚明白 沒有我覺得他們不是沒有發語權 他們前面做了幾個廣告 非常非常的失敗 大家有看過打了非常密集的 就是黑心有三部曲 然後講說包括頂星回台 是誰 蔡英文你說OK 就是他一連串這個東西 是打到讓人家覺得說 你有沒有搞錯啊 把頂星的事情竟然跟蔡英文 跟游錫坤這些人都貼在一塊 所以他花了很多浪費很多子彈 做那些沒有用的東西 這個算是理性的 這個理性是他真的是希望大家去想 可是呢 這到底是不是國民黨內部真正的想法 剛剛可欣大哥說 對 這個廣告很好 那他是代表說 國民黨其實很多人沉默 那我必須告訴大家 國民黨的沉默在哪裡 昨天有很多人跑去支持 就是連勝文這個挺到底對不對 我跟很多位黨齡超過30年的 資深黨公 黨代表 甚至他本身在國民黨的 這個位置非常非常高 他就遊行完了之後 我就跟一些人聊天 你知道他們怎麼講 我必須告訴大家 真正國民黨內部 他的意見是分歧的 他竟然告訴我說 其實齁 其實以連勝文過去 這麼的沒有行政經驗 這一次假如他真的輸了 也不要太難過 國民黨也不要太難過 連勝文才剛在舞台上哭 他還講這種話 對 那但是他看完 他哭了之後說 其實他有他先天的弱勢 可是大家要想想 大家要想想 連勝文如果這次贏了 那他未來認為說 台北市到總統府 這16年 連家還有連勝文 會是一個主角 可是呢 如果柯P贏了 他講說 假如柯P真的贏了 因為他國民黨嘛 說如果柯P贏了 好 那掌聲 最高點的掌聲 會到這個地方 如果他做不好 四年後 丁手中可以把台北市拿回來 可是如果連勝文贏了 那連家 連勝文一路走上去 是16年 做到他60歲 這個是國民黨 非常資深的高層 告訴我說 假如輸了 國民黨也只能這樣想 我覺得這個聲音 滿中肯的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我看你的政見 你很推崇李國鼎 孫韻璇 黃信介 李登輝 你說說看 對 那他們這個對國家 經濟 社會 都有很大的貢獻 但是有很多人 還是反對 難免的 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這個社會上 很多在野黨 有很多人 那這些人才的話 就是披露江 他們說你得互說 哪有什麼人才不會中用 那在板橋的話 那個火車山大陸 誰蓋的 啊 我們這些餐廠的人 哪個能蓋大陸 對 是誰蓋的 對 但你不知道 您說 您說給觀眾朋友聽 啊 那是 民進黨的 上 這個菜油問的上 蘇貞昌 哈哈 對 我 我們現在不要講出別人的好處 也不要講別人的壞處 別人講 你在陪我的媽屁也不是 我們 我舉這個例子 是 就在美國80年 我們學鏈接車 啊 那我們一個人要交一萬塊錢 我們三四十個 對 那個 五個四個車頭 對 妹都管不死 那上面看到 坐 你們這個樣的話 將來會隨時 對 他給我們花了幾千萬 啊 政府如果換掉了 那時候有台灣 還是台灣生啊 啊 美國八十年左右 那我們 就換了一個新的車頭 是 像這種人的話 都被國家有貢獻 好 我們都希望請他來 當台北四張 那這樣又加了五六個人 都當台北四張 那 那 我就是半年 我就可以把這個 沒有放的住在內 啊 我用決明合作的方法 是 我用這個 礦殘的帶寬 是 就可以把 用腿肚肌 用軍隊的腿肚肌 清不起工內呢 啊 就可以建築的放的 對 給這個沒有放的 嗯 嗯 在這裡又叫 我要 啊 拿這個 啊 這個 貸款的錢 但是說 要建立一些 對 主要的是 我們這個社會的教育 要增強 啊 因為我們這個社會教育的話 比較差的原因就是說 沒有實驗師 啊 大家以後 很多人的話都當一以後 沒有實驗 是 很多有聰明的人 他沒有地方去 啊 那現在這個 很多人少看 就是他 啊 那這個原因就是說 他沒有地方去 找不到好的工作 是 找不到實驗 那現在我們有 做了一個 神話 啊 點字集結 這個 點刀 很多不通的 當然要建造 很多不通的實驗官 是 因為我對這也很亮 啊 啊 對 車輛我可以使用 奧斯茂比的車子 美國通用的車子 我都是自己慢慢的摸 啊 通用的車子點刀了我都 我都都可以 哦 對於 車上點喊 其喊都熟練 對 啊 要是 建造好的話 讓這個 台北市民自由的可以去 啊 你到哪裡都可以增加 因為我們在突戶館現在 很多人 是 都有 說服 無恥 啊 都很有學位了 啊 但是對經驗 欠缺 是 要如果在哪裡都實習了 去練習 去摸摸 點喊 奇喊 在很簡單的時間都會了嗎 就會增加很多寫的 可體 是 在這以後 想和討論 會增加寫職 啊 將來有很 說不定有很多 就有很多是 這個 愛迪神啊 啊 什麼距離婦子啊 啊 他們這樣的 這個有法命 啊 這種法命的話 又 但是有很多人可能研究出來 這個 品牌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實際的物體 是 這個實際的物體 不是說像現在我們這個 搞得很暖這個 視頻的話 就是這個 吃了油 都是賺這個錢 對 假如這個樣 很多人都有了 找不到好的工作 有這個研究 他就可以 找出來以後 研究得更沉的東西 那這個樣的話 我們政府就可以幫助他 建立工廠 是 我請教您啊 你生活這麼刻苦啊 那你還拿200萬出來 當保證金呢 你200萬怎麼籌到的 就是我 很多時候我自己 不花錢 啊 我吃飯又不要錢 啊 一千 四百塊錢 一萬四千塊錢 就繳放租費 把錢 對 那我還有 還有一些錢的話 我有不用錢 是 我有買股票 啊 股票的話以後就是 可以拿著這個 紀念瓶呢 紀念瓶50塊 有個一百塊啊 就是便利商店這個 可以買的 夾樂 可以買的這個 泡麵 泡麵吃 我 三天不吃飯 沒有關係 我有時候一個禮拜不吃飯 那不行不行 不可以 啊 沒有關係 你不了解我個人的性情 都不一樣 哦 我這 發賣的東西我查一查就敢吃 哦 那我現在 正常的是到萬大路 哦 煎這個水鍋 哦 我拿了給別人吃 他都不敢吃 吃了拉豆子 哦 我就吃那個水鍋 哦 那個不要錢的水鍋 每天多喝水 喝四瓶水 哦 那 神經很強健 哦 這兩百萬呢 可能會拿不回來 你不心疼嗎 我不是要欠 欠對我沒有用 假的我有這兩百萬 我死掉的話 也交給政治 嗯 我現在耶穌告訴我 就是說 你在心裡 啊 要做了故意 啊 你是有無敵的 是 這個不是主要要 啊 你要心善 啊 要做多善事的話 啊 你心就是故意的話 是正常的故意 那現在就是說 我拿著兩百萬的話 就是能 把這些有 我才能的那個 叫做通宜來處理台北市的話 這個樣 我們渐渐地會 嗯 增加社會的財富 年輕人的話 有的能出動天 啊 媽咽就不是家嗎 希望香港 那個移民自由 他一定來台灣來看 對 來台灣看的話 他看到了 我們台灣不在 不在人民遊樂 是 人民遊圈 任命 這個說了就算 啊 我當台北市長 就是算上 我就把它擂合起來 用 這個放半年 就 什麼都好了 我就不幹了 你要找出了一個台北市長 嗯 來換 這就證明了以後 我們 任命 可以革換地方受章 啊 不要給個現實看 真正的命株 不要你在 鬧死 這個樣的話很難 因為現在大家都要整招 整招 整死 我這個樣的話 喝起來做台北市長的話 嗯 這個樣他的這個 將來立法院這個抗爭 老死就會降危 政府好管理 那現在 在馬尹牛的話 他這個樣帶我們的話 將來以後漸漸的 你不要認為他無能 但是說 那是 在不同的角度來看 但是 這個樣的話 我們慢慢的就會 人民慢慢的 服裕了 國家也會強盛的 因為有錢了 要 強監建於地方政府 嗯 現在中央政府就 納不到稅 家裡有很多的 做的工廠了 像 雲林現在的煤料 嗯 就都有那一個煤料 對 那一個六青昌 他每一個有 每一年拿多少錢 你知道吧 知不知道 您說 他每一年要交國稅 是 四百七十億 哦 每年交四百七十億 是 那現在 家裡 不一定像這樣的工廠 有很多的交稅的話 國家就財富 就慢慢的 就省錢了 不會像 你給這個 癱犯要 他說 我那 吃了這個 吃了油 那我現在 賺錢都賺不到 你這國要稅 他不給錢 所以這無愧難 嗯 這個樣的話 我們能夠 喝起來 你講來 到一六年 他會 正常都希望 佔一個散透 不像鬥爭 我們人民都都染穿了 都能有地方住 都能有出土田了 你都 那是你讓的現象 非常謝謝你 耶穌愛你 照地祝福你 我這兩分外 我拿了一塊 好在日本很紅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戒亞人所主演的王牌大律師 哇這個律師既讀舌又傲慢 但是經常在公義跟不公義 公平與不公平之間 要呈現一個社會的真實面目 那以下的這一段呢 也不知道為什麼 而YouTube就不准他上 這個答案就是 在這一個日劇的片段裡頭 他們把這個在講這個日本的狀況 稍微轉換了一下他的詞 而在形容台灣目前的這個景況 我想讓大家在這裡一起看一看 看給他們的滿足 這表情 ズワイガに食べ放題 ツアーの帰りのバスの中 那是那些東西 那是你 前泉君 我記得你 這就是這國的語言 文化的寧深性 人間是長年月 飼養成長的 人間是長年月 飼養成長的生物 那是你 我和你怎麼說的 他人在那裡 他人是誰嗎 自覆不斷就很羨慌 虧人家被人 在身體被人 會被人家 你真是很幸福 你真是有點不可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最初に申し上げた通り皆さんのような惨めな老人どもが大嫌いなもんでして おい分かるお前何なんだよお前そんなに偉いのか そうよ名上の人を敬うってことがないの 私たちは君の場合は生きてるんだ 場合も生きていらっしゃるのにご自分のことも分かっていらっしゃらないようなので教えて差し上げているんです いいですか皆さんは国に見捨てられた民機民なんです 国の発展のためには年金を貪るだけの老人なんて無価値ですから チリトリで集めて端っこに寄せて羊羹を食わせて黙らせているんです 大企業に寄生する心優しいダニそれが皆さんだ 先生もやめてください てめえだけダニで寄生してるバイキジューリーか 私たちの何が気に入らないの かつてこの地は一面にクワ畑が広がっていたそうですよ どの家でもカイコを飼っていたからだ それはそれは美しい絹を紡いだそうです それを称えた人々はいつしかこの地を木ぬみと呼ぶ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イオ産業が衰退してからは稲作に転じました 日本酒に適した素晴らしい米を作ったそうですが 政府の農地改革によってそれも衰退した その後はこれといった産業もなく過疎化の一途をたどりました 市町村合併を繰り返し補助金でしのぎました 5年前に化学工場がやってきましたね 反対運動をしてみたらお小遣いがもらえた 多くは農業すら放棄した 触れ合いセンターなどという中身のない立派な箱物も建ててもらえた 使いもしない光ファイバーも引いてもらえた ありがたいですね 木ぬみという古臭い名前を捨てたら 南モンブラン市というファッショナブルな名前になりました なんてナウでヤングでトレンディーなんでしょう そして今土を汚され水を汚され病に侵され この土地にももはや住めない可能性だってあるけれど でも商品権もくれたし 誠意も絆も感じられた ありがたいことです 本当によかったよかった これで土地の水もよみがえるんでしょう 病気も治るんでしょう 工場は汚染物質を垂れ流し続けるけれど きっともう問題は起こらないんでしょう だって絆があるから 離れてください 離れてください 離せ てめえなんだ てめえなんだ 無効いんだ 生地の気持ちはもうすぐだ そうよ どうやってそんなひどいことが言えるの あんたは悪だよ あんたなんかに 俺たちの苦しみが分かってたもんか 俺たちだってあんたの言ったことぐらい嫌というほど分かって みんな悔しくて悔しくて仕方ねえんだ だけど 必死で気持ちを押し殺して 納得しようとしてるんじゃねえか なぜ なぜ ゴミ屑扱いされているのを分かっているのになぜ納得し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 俺たちはもう年寄りなんだ 年寄りだから何なんですか 具合が悪いのにみんな頑張ってくさ だからなんだってね だから痛がってほしいんですか だから慰めてほしいんですか だから優しくされたらすぐに嬉しくなってしまうんですか 先人たちに申し訳ないとは ししそんそんに恥ずかしいと思わないですか 何が南モンブランだ 木の実村は本物のモンブランよりはるかに美しいとどうして思わないんですか 誰にも責任を取らせず 見たくないものを見す みんな仲良しで暮らしていけば楽でしょう しかしもし誇りある生き方を取り戻したいのなら 見たくない現実を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深い傷を負う格好で前に進ま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戦うということはそういうことだ 愚痴たな墓場で言えばいい 金が全てではない金なんですよ あなた方が相手に一死報い育児を見せつける方法は 奪われたものと踏みにじられた尊厳に ふさわしい対価を勝ち取ることだけなんだ それ以外にないんだ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我觉得很多台湾人是有智慧的 他很清楚地說 這支廣告真的是有東西 什麼東西呢 就是說 這個執政党做得這麼爛 雖然我們没有办法 我们不是當權者 我們不是可以直接去操作 去改變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政客 但是我们有選票 我們平常不讲話 但是我們選舉的時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表现出来 刚才范先生有说到 这个你要看 你如果是看这样子投出来的 那这一次我认为民进党会赢 柯P会赢 那如果不是 那就是刚刚有另外一种想法 就说你们这些草番的啊在哪里啊 结果呢还是我们在左右这个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就像刚刚这个影片讲的 其实啊一个执政的 一个当权的人 他说他没有话语钱那是骗人 真的强势的 所有的可以说有 有所有的作为的不就是执政吗 怎么反而变成执政在诉说 他没有办法发生了 这个不要低估人民的智慧 嗯 相信 对其实刚才叶委员讲的对 只是说国民党那广告是比较安静一点的 这个广告是比较吵 其实都在吹票 只是他吹的对象是不一样 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政府如何 或是这个反对力量如何 有意见 我想讲一下 因为你这样提醒我 我就想讲一下 依三你放依三的照片 我相信你如果放陈伟扁照片 写陈伟扁加油 阿扁加油 或是放马英九的照片 马英九加油 我相信正反意见都会过来 所以我就是觉得说 蔡一三或是连加 可能要想清楚 就是蔡一三现在 其实已经变成政治人物了 所以大家的反应才会这么大 那可是你这么做一个政治人物 公众人物你养成的过程 其实就直接第一次就在选举里面 所以这个充足就很大 好那我们稍后回来继续 在监听案当中掀起轩然踏坡的 这个科办的彭胜韶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自由时报的一篇报道说 认识彭胜韶的朋友呢 多说他是个正直行动派的人 政治立场一直都是台湾派 不可能会是科营的内鬼 彭胜韶在中正大学的 自公系毕业之后 还参加学校的这个热音社 担任鼓手 后来念台大资讯网络 与多媒体研究所的时候呢 毕业还去担任这个动画公司的工作 那么因为理念 他辞掉了高薪工作 考取了社工师 他曾经在巴黎的教养院 的基层的这个社工员 并且架设了脸书粉丝团 分享社会温暖的故事 柯阵营的政策总监张景森呢 在脸书上说 彭胜韶是透过海选加入科办的 为了帮柯文哲辞掉了公务员的工作 他的工作表现杰出 柯批新政许多出自他的手 尤其是他对动物保护政策 网友公认完胜连阵营的政策 彭胜韶的太太 歌手史莹莹也在脸书 跨海声援丈夫 他表示他在日本 老公却在台北承受不白之冤 他在脸书上说 只求神让公益彰显在这地 求神打开选民的眼睛 看清楚到底是谁在说谎 谁在抹黑 史莹莹的父亲是富染车的医师 母亲毕业于师大音乐系 史莹莹毕业于台大外文系 哈佛大学的教育研究所 她承袭了母亲的音乐才华 史莹莹有一副好歌喉 曾经入围金曲奖 她录制了许多受欢迎的诗歌 在教会界颇有名气 也颇受肯定 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歌喉 我不知明日想如何 每时刻暗月度过 我不觉明天与阳光 阴云天或吹阳 我不会将来而忧虑 因我知出所应许 今天我一诛同行 她深知前途光景 许多是明天将领导 许多是难以明亮 但我知足将我明天 她必要令我相见 曾良兄 其实从这两天双方阵营的活动 你就看到柯B今天是嘉年华欢乐的气氛 那昨天聖文是悲情的气氛 然后郭台铭是经济恐吓的气氛 这让我联想到1994年 阿扁是快乐希望 那赵超康是中华民国要亡 完全一样 所以我说历史有时候真的是会回光返照 都是市逢尾1994跟2014 所以我看今年应该会变天 我觉得大家看这个情势 就是说你要选台北市长的话 那你怎么会从市府走到总统府 然后大家在那边围到总统府 应该像今天这样子 从自由广场 然后走到市府 在市府广场告诉大家说 我当台北市长要做什么 所以光一个游行的路线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说谁才是正道 谁才是王道 那你从这个市府 然后走到总统府 然后在总统府宣布说 我要把市府路改为金国路 这个金国路很多人说 那你改成连横路 改成正东路或是连战路都可以 你们不是要把连横放到孔庙吗 中山堂变连雅堂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吊诡 但我觉得大家眼睛都看得很清楚 就说怎么走才是对的 怎么走才是正道 那我觉得这个窃听案也是一样 我觉得看史莺莺的歌我很感动 我觉得这个 我相信老天有眼 可欣哥 我也希望一个年轻人不要 因为这件事 什么钱都看不 Here are my friends What I can do What I can do I can d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